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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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我们再来写这个长 那个长 跟之前写的那个字长 有一举同工字妙 上面它是一个上 那底下是一个筋 一样 写这个上的时候 这笔稍微偏左一点点 这笔已经在格子中间偏左一点点 一点 两点 那么 像上的写法一样 这个口 一个扁扁的口就摆在这里 好,已经看得出来 基本上上面这个上已经偏左一点点 那这个下面这个筋 稍微就回到中间 偏右一点点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稍微多一点 相对这个口 这边多一点 那这边就少一点 那这一树对下来 好,很明显的 这一树在这个位置 那这一树就稍微偏右一条线 也就是说 左右 上下左右稍微错开 是错开一条线的位置 好,再来我们写这个起字 这个起左边是一个走字步 之前有写过 我们再来写一次 左边这个走字 好,这一横稍微长一点 长字长在左边 那下来 这个 又写这个部分的时候 因为它底下有一个一纳 所以这一个一直线 我们稍微让它有点斜斜的 就是说 由左上方 这条线 左上方 略为朝右下 有一点点倾斜 那这个地方 它用一个点 也可以 那这里交叉过去 一纳 好,再来 这边的部位 因为它比较短 所以它是空上面 那跟着这条线的高度 然后 从这里不用 不用全部封起来 就这样子 让它留一点缺口 然后一条线过来 一条线过来 好 再来 这边是 左边是一个密 右边是一个砖 那么密比较短 所以一样 它采取上平 就是左小右大的时候 它是采取上平 我们这上面 也要写旗的 那这边的 这个密 这边 短一点点 三点 那它短 空就让它空下面 那再来 在这边 右边这个砖 低横 就大概对着这个地方过来 那底下写一个 一个 田 就是一个框框 那这一束 就是要高一点点 从这里 下来 那它的高度 就刚好 跟这个密这边的高度 等高了 那再来是 一条线 比较长一点的 那在这一个 一束下来 这个地方 对下来 就从这里 写一个寸 那么 右边这个砖 就比较长了 好 这个字的写法 就是左小右大的时候 我们采取上平的方法 再来是空这个字 好 这个空 我们上面先写一个穴子 好 这个穴是这样 这样子折过来 然后再向左边推过去 那这个也是一样 就向右边推过来 那这底下这个公的写法 这个是采逆柱的方法 压下来以后 下端 细一点 有粗变细 那这个地方也是采逆柱的方法 它这个公的两个笔画 两个行线 它都采用逆柱的方法 逆柱就这样 逆柱 逆柱 过来 逆柱 过来 再来是写这个摄 那么这个摄 因为它底下有个伏二钩 所以一样 上面我们稍微偏左一点点 那在这个部位呢 第一笔 因为它这边空间比较大 所以它可以拉得长一点 那第二笔 在它下降一点 一个短堂随即 第二笔 但是这个笔再短一点 不能太长 因为它下面有其他的部位要写 所以这笔 比较大一点 长一点 这笔就要短一点 那在它下面就写一个斜斜的框框 那从这里接过来 一个符而勾 弯上来一点 往上勾上去 注意第一笔比较长 第二笔就短一点 那第二笔就短一点 再来是写同 同这个字 我们当然是先写外面的框 先把框框先写好 像这种字的写法就是先把这个外框先给搞定 好 再来 里面的部位呢 就稍微偏左一点点 在中间偏左一点 我们看得出来 中间这个位置小一点 这个空间就稍微大一点 一口往左边再偏一点 好 再来是这个 这个字念作mu 荒mu的mu 那么左边是一个沿着旁 基本上这个字还是一样 就是一个比较正方的字 也就是上面下面是旗的 那么我们左边先写一个沿字部 那这一点再接 那这一横长一点 到这一点的这个位置就好了 那底下两横 左肩横 那第二横 第一点 第一个比较短一点 第二个稍微长一点点 好 底下摆一个口 那么我们刚好就是可以把这个 长度全部给用完了 那么这个 左边 右边这个部位呢 这个像两个羽毛的羽 有点类似 那这个两个是并排的 好 再从中间这部分 一个过来 那一纳 这样子向下打开一个 开口 那这个下面的部位呢 一二三 通常我们是这样 因为它是三角形的结构 所以这个空间就比它上面小一点 那第二个大一点 第三个 稍微长一点 也就是说它上面也是这样 成这样子斜斜的这样排列 第一个短一点 第二个稍微长一点 第三个更长 好 再来重启一次 盐 好 再来是沾博这两个字啊 薄就是萝卜的波 那个波 沾就是上面一个草头 底下一个沾 那这个沾博 是佛经中记载的一种花 黄色的花 它的香味非常的浓烈 所以沾博是一种非常香的花 好 这个沾我们来写 因为它从上面到下面 就是一个比较狭长的 比较高的字 所以我们这个草头 写在最上面 不要写太厚 因为它下面有很多的笔画要写 那这一笔 比较长 写出去 那这一笔呢 它是这样斜斜的 就这样子 就这样轻轻的弯过来就好了 再来一行 那这一横的宽度 就是大约去上面这个草头的宽度 从这里轻轻的往左下方弯过去 好 那么这个 这个部位呢 左边这个就小一点 那右边这个稍微长一点 右边长一点点 但是它这一层要整齐 在它们两个中间写一点 那再来去写这个圆字 那这底下两个短行 第一横短一点 第二横稍微长一点点 让它这个外形 会形成一个菱形的 那下面一个口 这个部分它就成为一个菱形的状态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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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這個薄,是蘿蔔的薄,上面一個草頭 這個草頭就可以稍微,尺寸可以寫大一點,因為這個底下的部分比較沒有上面部分那麼複雜 上面那個字比較複雜,所以這個波,這個草頭可以稍微寫大一點 那從中間這裡就一比過來,然後橫拉過來之後,到了這個地方 它就是這樣折過來,底下稍微彎過來一點點 那麼,裡面就寫一口甜,一口甜的寫法呢,我們從這裡對下來,這裡有個陰影這樣對下來 這個空間,你要把它向左靠過來,完全寫滿,一口甜 尤其是在你寫一口甜的時候,你必須向左邊這條線全部靠攏,把這個地方全部填滿 要把這個空間全部填滿 再來是線,就是現在的線,一樣,左邊是一個玉字邊 那麼,左邊這個玉字邊,這一行寫的短一點,第二行是稍微靠左一點點 所以這一束下來的時候呢,顯然第一條橫線它就,這邊長度比較不夠 所以它會在它的頭上,這邊拉下來,再來是一個挑 那造成就是左邊這個部分,它會,邊緣會形成一個斜的狀態 在右邊這邊漸了,顯然跟左邊的玉子一樣高就可以了 那一橫,兩橫,從這個挑的末端這裡,接過來這一筆 然後好,一個伏而勾,勾上去 在這幾個程中的第一天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